你一定要跟他分手是吧 是的 那就把东西都还给他跟他分手行吗 不是你说我为什么要还东西对吧 而且我就觉得当时东西是你愿意给我买的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脾气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让我还东西那没门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得让你把东西还给我 我其实吧 我只想跟他多沟通一下 平常根本沟通不了 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没有 那我就问姑娘吧 就是你们俩结婚以后 未来一个月就是九千到一万块钱 还房贷要多少钱 每个月将近三千多 你们俩结婚以后就是六千块钱 一个月的生活费够你开销吗 应该是应该是够的吧 我觉得就是他把脾气改改 我也可以就是改一下 改一下买东西什么的 你现在这个疯狂的刷卡消费 是觉得这个男人脾气太坏了 你想治他 也不是 有的时候是朋友 然后给我带的 然后我就 而且我跟他说过 我说 他说那你买吧 我然后就买了 后来他又 然后吵架的时候 他就说 你看你上去买那个又花了 花钱 怎么怎么的 明白了 你确实想分手是吧 是的 他真的 他太无理取闹了 而且太冲动了 既然当我是小偷你知道吗 好 是知道明白了 分手的话 祖传的戒指能还给人家吗 戒指的话 肯定要给的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态度 我觉得你想要东西 是不是也要好态度 是吧 明白了 你这样说 给我啊 我说那凭啥呀 不给 明白了 明白了 就像那首歌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男生呢 是小心翼翼装大方 女生呢 是大大方方 真小气 男生是打肿脸充胖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女方是有的吃 白不吃 没有一点情感可言 你们俩顶多充其量 是一场失败的交易 我想请问 当男方已经曝露出自己真实的情况 举债难还 希望你和他共同承担的时候 你们的感情在哪 我当时是我说了 我心里真的 我就觉得 你做了什么 我不关心你说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你哪怕是说 你只拿得出一两百块 贡献一点点力量 你做了什么 可是他那脾气 他又一直这样说 你别动不动以脾气为名 我不是说 他这个钱一定要还 我所指的是 如果是情理 当共同遇见问题的时候 你们的情感在哪 第二 对方的外婆 让你去看一下 你也不去 请问你们的情感在哪 我没有不去 你事实上去了没有 你去了没有 我当时也在 你去了没有 不要找借口 你去了没有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当保安出现的时候 我就不问你们的情感在哪 你们的人格在哪 都把对方当贼 他也做得更够绝的 所以我说 你们两针充其量是失败的交易 站在这个舞台上 保卫什么爱情 张口闭口 谈的都是钱 外乎于女方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对方对我很好啊 然后赵双问他 什么好啊 他给我买东西 所以有意思吗 我说你们两站这儿 说句实在话 早好早散就算了 老人家的东西 还给老人 不要让老人家伤心 希望你们在 下了这个舞台之后 能够把自己的尊严 捡回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